第532章 修罗太神秘 那确实是另一个层次 已经触摸到神级的门槛了 甚至你当时的空间掌控 都已经有了一些神级的味道 否则的话 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 火龙族加烈羊花精族 两大相辅相成的 一级血脉火属性的冲击 那就是神级吗 美公子愣了愣 他之前还真没往这个方向去想 当然是 你们的对手是两个一级血脉的拥有者 而且都是顶级的一级血脉 又同为火属性 二者联合再起 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你连这样的对手 都能用空间之力束缚 唯一的解释就是同为一级血脉 对方和你有大层次上的差距 唯有如此 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修罗 真的是很不简单啊 我到现在都无法摸清它 真正的能力是什么 孔雀大妖王皱眉说道 他已经立下了血弑 您还不相信他吗 我之前也一直觉得他很神秘 但他对我确实没有任何恶意 一直都在帮助我 不会有问题的 您就别难为他了 美公子说道 孔雀大妖王沉生道 知己知彼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血弑是有很强的束缚作用 但是 血弑也不意味着一切 我最担心的就是 他是其他皇者派来刻意接近你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麻烦了 他是人类啊 美公子道 孔雀大妖王道 正因为他是人类 我才有这样的担心 一个人类凭什么能修炼到现在的程度 背后没有强者指点可能吗 那么 什么层次的强者 才能教导出他这样的人 他继续道 你们那个就属组织 我看也教不出 他这样优秀的人类吧 所以 我对他的来历十分怀疑 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要想办法多套套他的话 不弄清楚他真正的来历 始终不能心安 美公子看向父亲 眉头危感 轻轻地点了点头 对于修罗的来历 他又何尝没有怀疑呢 但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加 修罗对他毫无保留 甚至连神迹都教授给他 更是发下血世 让他心中的疑虑渐渐散去 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见过 修罗的真面目 不知道为什么 修罗硬是不愿意 让他看到他真正的样子 这也像一根刺一样 一直扎在他的心中 好了 去休息吧 不管怎么说 今天你触摸到了神级层次的门槛 要好好地感悟一下 这对你未来突破会有很大的帮助 修罗的问题 我会注意的 就算有什么 也等这次比赛之后再说 你一定要争取在个人赛或者是双人赛上拿下一个好名次 你现在展现出的实力已经引起了关注 我们已经不能回头了 想要得到祖庭的认可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祖庭忌惮 当他们认为你未来有可能成为皇者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些主动权了 其他的事我会为你安排好 唐三的玄天宫运转 气血平和而迅速地在体内运行 进入第九重的玄天宫 也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在唐三上一世还在斗罗大陆的时候 第九重都已经是玄天宫的巅峰了 直到后来他成神 才将玄天宫开发到更高的层次 中正平和的玄天宫能量 让唐三的状态渐渐回到巅峰 丹田之中 各个隔音平稳地在自己的位置上 散发着灼灼的光芒 唐三没有动用阴阳二气 率先开启的是灵溪天眼内的吉凶两极领域 修炼室内顿时变成了黑白双色的 奇妙的气韵变化令他身体周围的双色光芒闪动 吉凶两极领域最强大的地方就在于 把吉给自己 把凶给他人 如果到了神级层次 遇到普通的对手 单是凭借气韵掌控 很可能就让对手不战而溃了 唐三在越级对战兵女族组长黄冰冰的时候 凭借着这个强大的领域都能短时间压制对手 用它辅助修炼 也有着非常奇妙的效果 没有吉凶两极领域就没有阴阳二气的融合 凭借幸运加持 此时的唐三气韵已经到了如日中天的程度 他这才小心地催动着 储存于自己体内九阶巅峰层次的风龙变烙印 缓缓进入丹田之中 进入唐三的丹田 受到玄天宫的自然牵引 风龙变烙印直接就朝着一个空位缓缓的挪移过去 但是唐三的意志掌控瞬间就到了 狮虎变烙印光芒大放 骤然化为一团白光 将风龙变烙印的青金色光芒笼罩 紧接着 孔雀变银光一闪 已经将它凭空挪移到了金棚变烙印所在的位置 金棚变在唐三的刺激下 烙印上金光大放 强行张开 直接将狮虎变烙印控制下的风龙变烙印吞入其中 是的 让这两个烙印融合 唐三要进行的就是蛇吞向 让金棚变烙印吞噬风龙变 而不是风龙变烙印把金棚变烙印吞噬了 这也是为什么他今天在进行融合的时候如此谨慎 之所以这么做 唐三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风龙血脉虽然是一级血脉 但在龙族的一级 血脉之中并不算特别强大 所以吞噬的时候相对困难会小一些 毕竟他不是那种特别霸道的力量 龙族的特征太过明显 如果他在拥有一个龙族的烙印 且施展的时候被发现 那会更容易被注意 金棚变态已经暴露过了 有金棚变在外 掩盖风龙变的气息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金棚变态运用的也熟练了 一旦风龙变烙印吞噬了金棚变烙印 让金棚变的特点都消失了 也不是他所愿意看到的 当然也还有程自成的关系在 未来他要帮程自成修炼 那就不能失去金棚变的本质 否则的话就没办法了 因此在综合考虑之后 唐三决定就用蛇吞向的方式 让金棚变烙印吞噬风龙变烙印 单纯凭借金棚变烙印 自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他有众多一级血脉烙印 在众多一级血脉烙印的辅助之下 就能够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感受到威胁的存在 风龙变烙印清光大放 终于开始了剧烈的挣扎 但无奈有狮虎变烙印在 狮虎变最擅长的 就是吞噬和排斥 此时狮虎变烙印 也在吞噬风龙变烙印的力量 而这份吞噬而来的力量 通过狮虎变烙印吞噬之后 就变得平和了许多 金棚变烙印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 开始消化 吸收风龙变烙印的能量 孔雀变烙印从旁辅助 当风龙变烙印 挣扎得太厉害 狮虎变烙印 有些控制不住的时候 孔雀变烙印 就上去封印它一段时间 让狮虎变烙印调整一下 然后再放开 这就相当于两个一级血脉 加上一个二级血脉 共同欺负另一个一级血脉 而且旁边还有一个 一级血脉层次的强大领域 进行幸运辅助 这幸运自然是要按照 唐三的意志来辅助的 所以整个融合的过程甚至比它之前判断的要更加顺利 风龙变直试图挣扎 却始终无法从两大级血脉坎印的束缚之中挣脱出来 孔雀变收印束缚 狮虎变烙印吞噬 配合的那是相当默契 原本唐三还做好了必要的时候 引动阴阳三气去压制风龙变烙印的准备 但现在看来是用不上了 作者 唐家三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